車运都到站了 但乘客們沒有離開 而是在原地大潮 短褲男口中的小朋友 就是在旁邊未成年的兒子 他認為穿襯襯的男子 讓小孩受委屈 雙方開始互罵 越靠越近越火爆 最後原警們來了 站在中間也擋不住 雙方的怒火 結果負責兩跟對方 根本不認識 導火線竟然是客運椅背 晚上七點多 少年搭著台北往基隆的客運 跟襯衫男做一前一後 過程中他有調整椅背 但被對方認為放太低 影響後座空間 兩人就這樣一路朝到下車 鬧到連爸爸都來了 其實比較尷尬的是 客運也沒有規定 椅背只能放多低 畢竟就是為了乘客 能舒服搭乘 才設計可以調整 所以碰到這種問題 司機也束手無策 誰對誰錯很難說 心情也有不少案例 有些後座乘客甚至怕衝突 不敢提醒對方 只能忍到下車 爸爸護子心切火氣上來 乘客也想保障自己的搭車權益 這回警方也是排解安撫 還好雙方說互相不追究 或許當初各退一步 場面就不會這麼難堪 TVBS新聞 劉新葵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